现在我们就在某里非洲的路上 我们行驶在中国修建了平坦无理的道路上 零射峰一度七十满 前往塞拉利亚之族福利顿 路上有无数的人远远看到我们是中国人 向我们挥手问好 现在骑着我的125走到一半 我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这个转向灯 这个是不亮的 然后这个是不亮的 到现在骑了1200公里 然后突然间发现这个转向灯这边有显示了 原来是没有的 非常确定没有 每次想确定自己转向灯有没有关之前 我还得往前冒着看一下 可能是因为走了太远了 走了1000多公里 那个线本来是断着的 然后颠着颠着颠着 把那个线给连通了 现在我们要坐船前往这个福利顿 如果坐船的话可以少走50公里 然后呢 这个是船票 三万五哈哈 我和这个摩托加起来是三万五 然后背他的人 人单个人好像抱歉了 这个人好笑 他说 他问我 你是不是我的husband的 怎么了 然后他说如果他不是的husband的话 他就 他拉我给他拉我 I love you 哈哈哈 你安排吧 谢谢 非生子不愿了 哈哈哈 兄弟找个飞坐的也不错啊 啊 这些年线 谢谢年纪 又见大西洋 这大西洋 这大西洋 整个局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要坐的船了 因为休克桥呀非常昂贵 所以说要从这里坐船到对面的这个城市啊 福利敦就是这个城市 要坐船 所以说现在就等待上船了 哇这边有卖椰子的 哈喽 911 How much is coconut? 5 5 No, I need to pay 6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do me Oh, I want one 5 5 52块钱卖 贝塔 OK 911 呵呵 啊 Nice啊 OK 2块钱 可以 2块钱一个小椰子 哇 哇 水 这边物价感觉回到了非洲的正常物价啊 个人感觉从这个几内亚离开之后 到这个国家好像这个消费能力好像 翻了一倍 就是物价好像低了一半啊 有没有一半 那感觉上有一半 应该是没有一半的 这么大一个月子 才2块 看一下 那边卖了几块 6块 没有啊 上次我们买了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的一半 花了是8000 啊 好甜啊 你们记得了吗 8000啊 王宝 看他能灌多少 一个椰子到底能灌多少水 嗯 浪费了一半 呵呵呵 都撒了 可以啊 大概 不然换了400毫升 好的 嗯 好的很 喝完了再拿一个 吃椰肉 好甜 我最爱吃这种椰肉了 果冻型椰肉 嗯 椰肉果冻质感 没人顾着啊 爱了爱了爱了 又要了一个椰子啊 喝饱之后把它灌了整整一瓶 灌不下了 这一瓶水的话 如果它不撒的话 大概就是两块钱一瓶水 然后还有一份果冻 这个椰子不如那个果冻是赶好啊 这个薄一点这个肉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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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边有个卖海鲜的摊了呀 哇 好 好吗 你 你 好吗 它是新鲜吗 是新鲜 好吗 这一瓶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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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一百一百万 一百万有点贵了啊 差不多一百万就差不多就三四百人民币了啊 四百人民币了啊 四百人民币了啊 这个是石斑吧 好吗 谁石斑 三百五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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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石斑 我本来以为三百五是一个石斑啊 没想到三百五是这个大石斑加上这么一盆 看看是不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 哇这个虾很大呀 这个虾个头可以啊 口头 lot 你尝用到 这是新鲜的啊 它是新鲜的吗 才是人 这里呢 可以 exterior 我老鲜的 从这里 像新鲜土 你是不是新鲜的啊 这和你的小臂一样大啊 对啊 这 这个虾不算贵 不算全地啊 10块跌 但是我们今天必须把他全卷完 今天必须得卷完 今天就狂献大虾不吃饭了 椰子吃椰子抱大虾 谢谢 谢谢 ok you snab with the money yeah yeah you like the money it's new money yeah before it is twenty thousand now it's twenty yeah yes this is the enem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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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让我口袋没拉 i love you you know money you know salomon you know put sent out you put sent out this money 我买到这么多虾 晚上回去吃大虾 今天晚上就不吃饭了吧 中午到了就开始吃虾就够了 啊 no 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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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一直在想船到底在哪里 我找了半天 我是说我以为我们要去那边坐 我现在发现我们我们在船上 对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船上 对对对 好现在已经在船上了 就准备出发 对面有好像是中国寄来的药品啊 终极冷卫 因为这个国家好像医疗资源门太发达 哇这个卢比肯太帅了 他把门拆了啊 然后好像轮门呀什么全都改了 啊这海上风好舒服哦 小风吹的啊 凉快 我以为是那个十多次在动 哈哈哈 这样看这个船好大呀 哇上车吧 走 在这个塞拉利昂呢 它的首都叫做弗里顿 为什么叫弗里顿呢 因为曾经啊 英国释放了很多奴隶 然后这个奴隶呢 在这个地方重新建立了自己新的城市 因为自由了嘛 所以就叫做自由城啊 所以这个自由城呢 就成了这个国家首都的名字 踢方向 然后向左转 向左转 然后向右转 哇 现在我们放眼望去这棵树呢 它是塞拉利昂的象征啊 它叫做国家树啊 我们的这个英文名字呢 叫做Country 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叫做Country Tree啊 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整个国家呢 就是依托于这棵树 它的精神在一个树上 好